张树豪与欧阳妮尼上个月宣布即将迎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最近夫妻俩也把握产前时光 飞往各地旅游散行 夫妻俩日前返台时遇到一位陌生的台湾旅客主动让座 让张树豪非常感动 特别在社群发文表达感谢 张树豪透露当时他和欧阳妮尼的机票座位 因为搞错了而未能连在一起 正当他感到困惑时一旁的好心旅客 主动让出座位并表示反正都一样坐窗边 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 即使后来发现欧阳妮尼的座位在中间 对方依然大方表示没关系 让张树豪能安心照顾妻子 到达台湾后张树豪本来想要当面道谢 但对方迅速离开 让他错过了表达感谢的机会 因此特别发出这篇贴文 希望那位好心人能看见他的感谢 并祝福这位善心旅客 张树豪感慨地说这位陌生人的善举 带来一份温暖的心意 希望对方明白这份善念的珍贵